台湾人需要交通工具,我們人需要交通工具 當然人不需要假日,人不需要休息嗎? 院長跟所有的長官,總統你們都沒有休息嗎?你們都沒有放假嗎? 所有的警察同仁,你們想不想放國定假日嗎?你們也很想回家陪家人啊 難道政府都可以用這種帶頭違法的方式,讓所有勞工全年無休嗎?都在工作嗎? 台鐵莫斯勞權 台鐵莫斯勞權 網顧旅客安全 台鐵莫斯勞權 網顧旅客安全 今天呢,我們在台北、彰化、高雄三個地方都有我們的會員依法休假的大集結 網上旅客,你們辛苦了 很抱歉,我們得透過你們的不便 換行鐵路局長期對我們勞動條件的不平等對待 去改革掉這個舊的制度,然後借我們產業公會的抗爭去換來更好的公司制度 那再來呢,也是希望祈求老天爺保佑,保佑我們產工,抗爭成功,抗爭順利 以及也同時悼念我們過去在過勞的這個工作環境中 因為各種公安意外啊,心肌梗塞啊,或者是不幸出事被火車撞到的頭人 今天忍受日夜休,不管我是車長還是站務員 我忍受日夜休或是過長的公時忍受那麼久 我今天就是一定要休下去,大家今天就是一定要休下去,對不對 好,我們忍受這個制度已經夠久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依法休假改革公共運輸 今天我們在北中南大集結,台北就有這麼多一百多個會員 這樣的話就有六七十個會員,高雄甚至還超過一百個 因為大家南居北宮家鄉都在南部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這告訴我們台鐵這個過勞,人力不足公司的問題已經併入高荒 併入高荒到這群人願意挑戰他們的資方,挑戰他們的未來去做這個依法休假的行動 那台鐵其實是一個政府壓榨勞工的一個典範 他用24小時當成一個例假日跟一個休息日 請問在場有很多媒體朋友跟警察朋友 如果你們的休息日跟例假日只是24小時,就要你們回來上班出勤 你們能夠接受嗎? 這是全台灣勞工面臨的共同的困境 只是台鐵產工今天在這邊發出的第一槍而已 台鐵淤浮,僵化,不忍性的輪班制度,卻把我們熱情消磨殆盡 車長一出門,往往九十個小時來起跳 跨業班甚至兩三天都在外過夜,無法回家 部業只算兩小時低於基本公司的88元 困在外段的待命時間好幾個小時,卻不列入公司 班與班之間間隔時間往往拉得很長 早上坐完一趟車,中午中場休息,晚上又再出勤 我們的熱情就在這不合理的長工時中逐漸的消磨殆盡 你知道全台灣有多少的公務部門的同仁嗎? 給你們猜 不到兩千人 一千多人 你看全台灣路線那麼長 每個班人那麼少 你說要怎麼維護這個路線 對不對? 這常常有一些土石流,或者是一些該搶修的 那麼少的人力要去維護那麼多 怎麼可能? 所以說我們只能做重點 常常就說哪邊做不好做不好 新的機具又不買 新車越買越快 可是工具材料機具都不買 都不趕快補進來 那我們就沒辦法 就用土法煉鋼 用舊的機具工具材料去應稱 所以是潛伏的危機在的 從中秋節開始 陸局一直說要跟產工協商 然後當時呢 長官一直說會在三個月內 三個月內來跟我們溝通 然後解決我們的問題 問題是三個月過後到現在沒有 沒有真正有誠意的 沒有真正有誠意的結果 一直告訴我們人力補足需要時間 請問時間是多久 到底要多少時間 你沒有給我們一個承諾 我們該如何相信你 在這中間我們參加了 五六次的工時協商 就是兩到三個 每次兩到三個小時不等 沒有完全沒有效率 我們提出任何訴求 他們只有一句不妨 蔡英文總統曾經說 我們如果有什麼事去找你們的老闆 我們找了兩次 局長都不在 我們都是先跟他說我們要去 他就是避而不見 那請問各位我們到底 這時候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 我們只有自立自強 只有依法休假對不對 對 昨天林全院長也說 大家需要交通工具 在暗示的似乎是說 只要長工發起依法休假 就會損及乘客的權益 但是我們今天來到現場很感動的是 有非常多的民眾 是來支持長工的行動 因為我後面還有一群非常辛苦 非常辛勞的一群勞工朋友們 他們在這裡接受不平衡的待遇 政府真的這是政府的責任 剛剛我問了一下我的好朋友這些 他說他們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 加班四個小時 結果台鐵只給他們一個半小時 如果有錯你們要跟我提醒 這樣子 身邊有一個工作者 他說是用勞基板 不單是他們的身分 說他們是工保身分 他們卻是勞工身分 然後他們享受不到工保的待遇 他們卻是必須承受工保所給他們的法力責任 卻在勞工身分上 卻沒有得到勞工應有的權益 我相信這次政府都無旁貸的一個責任 他連爭取要跟家人團圓這麼基本的權力 都需要站出來抗爭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也不符合法治社會應該有的狀況 那這一件呢 為什麼今天台鐵產業公會要發起這個 拒絕加班依法休假的活動 他們是經過正式的會員大會的決議 來正式發起的這個公會活動 那發起這個公會活動的目的很簡單 因為個別的會員 他們根本就不可能自己去休假 當他要自己去休假的時候 台鐵局就是只會打壓 說要寄曠職 說違法 說禁駕 所以今天台鐵產業公會 選擇站在跟所有基層的會員站在一起 只要有一個會員想要休假 台鐵產業公會就幫他們奮戰到底 會員想要去加班 想要領加班費 公會不會反對 但是只要有會員覺得自己過勞 有會員覺得需要返鄉 需要跟家人團聚 公會就支持到底 這樣的活動是非常的具有正當性的 尤其在過勞的社會之下 這樣的訴求並不過分 他們今天不是說只是單純的有炒的有糖吃而已 他們只是拿回他們應該有的休息權跟休假權 他們並沒有意思要癱瘓台鐵 365天每天就是要上班12個小時 沒有一個完整的日曆天是在休息的 就是因為在平常的時候 台鐵局不給這些員工不給這些會員 好好的休息才導致他們必須過勞成績 而選擇在春節假期的時候 國定假日的時候依法休假 這樣有問題的 是台鐵局還是這些基層的員工 國定假日都是可以依法休假的 工會今天只做一件事 只要你今天要依法休假 被雇主打壓 工會就站出來挺你 這樣的活動絕對是有正當性跟合法性的 今天台鐵局不正面回應工會以及會員的訴求 反而在那邊以礦質跟各種烤雞的理由來做威脅 這樣的行為我們認為都構成打壓工會 打壓勞工的團結 絕對是違法的行徑 我們絕對不會姑息也不會容忍 我們一定會依法尋起法律的途徑救濟 那資方是絕對不能做這種礦質的動作 那律師其實剛剛前面也講得很清楚 法律的途徑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告發也提了 然後我們後續有提一些動作 所以呢大家絕對不用擔心礦質的問題 就好好在家休息 然後陪伴你的家人 那如果真的遇到主管的電話 或是任何的要求 你們出來上班的時候 就像剛剛秘書講的 就說我們現在的電話 我要開始錄音 那你現在要求我出勤 構成我強迫勞動 那我是依照公會決議依法休假 所以不能要求我出勤 不然就是不要接 把電話都關機都可以 那就祝大家新年愉快 然後好好享受這次的假期 好謝謝你 產共依法休假 改革公共預署 改革公共預署 產共依法休假 改革公共預署 加油加油加油 恰恰恰